首先來關心國內棒彈的消息 現在看到台灣的棒球運動 已經有108年的歷史了 今年在台灣棒球名人堂協會的催生之下 第一屆的入選名單 終於在今天是正式出爐了 那最後的票選結果呢 一共是有四位的棒彈齊老入選了 不過去年促世的徐總 徐聲明 卻是高票落選 揭曉 恭喜 揭開布幕 台灣棒球名人堂第一屆入選名單正式公布 特別貢獻獎部分一共有三人上榜 包括了全票當選的棒球之父謝國成 還有外號成棒之父的岩孝章 和30年前催生中華職棒的洪騰勝 其中謝國成的兒子謝南強 親自出席代付貨班這份殊榮 他起而不守 他一直到時為止 沒有放棄推動台灣棒球運動這件事情 身為兒子的謝南強感到餘有榮焉 同時回憶起當年參與父親帶領 哨棒隊遠征美國的往事 大家監獻監獻監獻都是從留學生嘛 就是10塊20塊這種程度 另外在競技類的部分 前兄弟相的總教練曾濟恩 是唯一上榜的入圍者 被尊稱為教官的曾濟恩 在2012年過世 兄弟相當時還在球場 為他舉行了球衣退休儀式 這四位台灣棒壇齊老能夠入選首届名人堂 其實是經過16位棒球界相關人士 和16位資深記者所票選產生 29票裡面我們要75%的獲選人 都有選他的話才當選 所以說是因為美國日本 他的也是這樣的 參考了美日職棒名人堂的產生過程 所以必須達到有效票超過75%的 23票才能入選 其中最高票落選的是去年促世的 許總許聲明 不過拿到20票的許總 明年仍然保有參選資格 有電TV 甘邦姐 鄭維仁 台北報導 總統 谢谢大家